主要在中国北部地区 以及野家吉兵雪皇后品牌营运快餐业务的 核心集团宣布 以大股东红客协为首 包括行政总裁洪明基在内的红氏家族 提出将集团私有化 红氏家族 以协议安排方式以每股0.08元向其他股东 提出私有化建议 每股作价叫停牌前 收市价0.046元有73.9亿价 连同购股权要约所需金额 私有化建议涉及资金2.29亿元 该公司称 私有化计划为股东提供一个具吸引力的机会 以可观溢价变现手上持股价值 无需面临任何非流动性折线及结算风险 近年核心股份的流通性长期处于偏低水平 截至最后交易日只24个月 每日平均成交量约为430万股 占一发行股本约0.04% 该公司指出 如果成公司有化 将使集团经营形势更灵活 可制定及实施长期业务策略 或追求作为上市公司 可能无法寻求的其他商机 而不再受制于监管限制及合规责任 亦无需关注短期市场反应 说起核心这间港资公司 不得不提到其背景 核心集团自1988年起在联交所上市 核心及其前身制公司 在香港入口装品吉分销石油业务已有超过80年至经验 该石油业务由荣誉主席之先祖父洪赫有余好友沈湘波在中国汕头创办 随后两人又在香港开设了和富翔庄和和顺庄 经营石油进口包装吉分销等业务 当时香港物资贫乏 石油异常金贵 核心油厂生产的石油新鲜卫生 又能满足广东省及华南地区人们的口味 因此很快便畅销香港 1936年 施球骂品牌正式诞生 并率先推出了施球骂花生油 1975年 洪祥佩先生的儿子洪克邪先生加入核心集团 为核心集团业务的拓展 注入了新生力量 1988年 洪氏家族将石油业务组成核心石油集团上市 股份公开发售并重组管理层 1990年 洪祥佩先生荣修 洪克邪先生接任集团主席 开始带领核心集团 走进一个贴近香港人现代生活的新时代 1991年 核心自设炼油厂 成为香港唯一拥有炼油厂房的石油制造商 石油业务其后授予红氏家族 如今 其他业务也正安排 油红氏家族购回了